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潘多夫 打进第二个进球 球队2比0 击败尤文 双方首回合交锋里 热纳亚客场1比1 逼平尤文 拿到了1分 那真是一个奇迹 次回合 回到主场 热纳亚想要拿到3分 上半场 比赛狂攻尤文 其中有一次进区点球 被VAR吹掉 自家球员犯规在先 带着0比0的比分 进入下半场 热纳亚主帅普兰的利率 先做出换人 潘多夫和司徒拉罗 纷纷登场 这两个换人 堪称神来之比 下半场比赛 第71分钟 司徒拉罗替步 仅仅登场1分钟 就在禁区外围 一角世界波 攻破尤文大门 为他送出助攻的 是潘多夫 第82分钟 潘多夫打进了 热纳亚第二个进球 主队2比0领先了 尤文被打猛了 这两个进球 基本是宣告了尤文 走向了输球的边缘 这也是球队联赛 首场实力 司徒拉罗 为热纳亚首场比赛 就取得进球 而且是面对救主取得进球 这真是一个 相当有意思的事情 这场实力 也给了尤文一记警钟 球队实力 真的一般 能够在尤文身上 拿到4分 而且是本赛季首支 击败尤文的球队 热纳亚本赛季 是真心是太抢眼了 这支球队 目前未居联赛中游 争欧占没戏 宝吉也无忧 但主场拿下尤文吐司 这是一个 伟大的壮举了